腾讯封杀薛之谦,不存在的,腾讯自己还开了一档节目黑赫兹,薛之谦之前因为在明日之子上,被忽悠投票给了赫兹,大怒之下爆了节目组的黑幕,甚至一度摔话筒离场,当时很多网友就声称,这样得罪腾讯,腾讯之后肯定会报复的。 果然不久之后,薛之谦前女友李宇童就在微博上公开私薛之谦,很多人觉得,幕后的黑手就是腾讯,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,毕竟李宇童事件的源头,几年前就埋下的。 而且如果说是腾讯尿护赫兹,其实腾讯自己还开了一档栏目黑赫兹,这档节目叫做明日之子坎坎坎,就是请了吐槽大会的李旦,池子等人,一边吃着火锅,一边看明日之子,一边吐槽。 其实黑赫兹黑得比薛之先黄狠,比如池子说,我觉得赫兹每首歌都一个条,我怀疑他的软件,就是大张伟给载的。 旁边也有人说,你指望一台机器,有多少种声音啊?词已经写不出了,开始念五线谱了,词能不能好好写,什么多赖咪发,我是来上声乐课来了吗? I limit it,卡姆也很同意薛之先对赫兹的点评,说薛之先说的都在点上。 可以看出,其实腾讯并不在乎赫兹被黑,不然也不会在自己的节目里让嘉宾这么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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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